工業韌性應用的一些案例的經驗分享 那形狀公司是 也像是Svinnov莊 模具開發的最高境界就是T0就可以量產 這是我們的目標的情況 但是T0量產並不是終點 T0量產是個起點 是個高質量生產的起點 這樣情況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先進的技術 高效決定的部分 我們透過這樣一個三個的決定方案 來提供這個模具的產業 我們慢慢發現 一開始的展開國際首保障長提到說 供應鏈目前斷念的一些問題的情況之下 我們提供了這個IOM基聯網做生產管理 DOM做它的一個數據的製程管理 QOM叫品質管理 以這方向來做 我們叫AIOM 在基聯網這一段的話 形狀在這幾年的工業局的S&P的計畫裡面 塑膠製品有926台工業局的支持之下 形狀大概負責了400發的機台 在50%的基聯網情況 所以我們可以快速的 在不用停機的情況之下 一個禮拜之內 就可以做20幾台的一個基聯網情況 我們就可以得知 整個機台的一個生產過程的 閒置率加動率各種一個情況 和穩定度的部分 那同時我們更進階的 希望說不只是聯網 我更要了解它的一些 所有的溫度壓力速度各種的參數 每一天每一個機台 它的一個耗能情況之下 如何改用新的技術 來降低我的一些能耗 來減少我的一些廢料的產生 如果讓我的廢料 能夠再重新的一個改進 照例的方式 這樣最低化我的一個碳排放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就在 從模具的設計開始 模具的製造 新的一個成型 微信啪啪 急冷及熱 先進了檢測的技術 讓我們所有的一個設備的效益 能夠更高效 更節能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輔導一些 包括是 目前大概已經有900多台的射銷機 50機種品牌 我們採用的方案是這種 無限的勾表 這個勾表你也不用停機的情況之下 勾著之後 我就知道每一個機台 它的一個耗電 每一個小時的耗電的一個情況 那如果相同的情況 相同的連線 某一個機台 它的耗電特別高 表示機台也是有問題的情況 可以通過這種方式 很快你可以知道它的一個 駕動率的一個情況 所以它的勾表要勾著 而且它是自動充電 通過我的電流來做這樣 自動充電的情況 用資料的話 也會增加我的一個供應鏈的韌性 但是我要怎麼使用 那它是如何的 所以做完之後 像CNC 我只要裝這個 我就要立刻製造 這個機台的駕動力 所以我們就從設計面 從模具的製造面 從生產面 從檢測面 各種的性能器 來協助我們去進行這一塊 比如說我們從設計 以前這種 從設計是最好的 所有東西 有些品質是說製造出來的 先進了製成的方式 這些都可以讓我們可以 今天能減排的方式來進行 那我必須要更高階的 以前都是三次文量測試 接觸式的 這是非破壞性的方式來檢測 最終的一個檢測方式 讓我們知道 這個手機晶片 你有七片 有九片 這麼多片 到底其中一片出了問題 這個晶片就出問題了 那組裝 每一顆都是正常的 都是良品 組裝起來就是不良品的 所以要透過這種 斷層掃描的方式 找出哪一片出問題 先進的設計 製造跟檢測的技術 這些更多訂單 要買更多的車出去 他不要了 他去結合 他周邊附近的小工廠 二十台的三台都結合進來 透過紀念網 做一個整個產能的調度 有這種的方式 模具他提供 材料他提供 條件他提供 用激電腦方式去控制 這樣的供應鏈的一個整合的方式 這是我目前應用的一些 情況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導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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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